很快的我们要到OBIS 2016整合应用的最后三个小时 我想接下来 因为刚刚中午的时候 我有刻意跟你们的 就是跟学长照理聊天 知道你们的需求会是什么 然后我等一下我就想要 就是再用一个档案跟档案之间 例如说假设你把一份文件交给别人 怎么样希望保留他原本的格式 还有他就只会专门在这个填他的资料 绝对不会动到你的别其他的格式 可是你要会先设这种文件 这种文件我们叫表单文件 Word的功能 因为以前我们还有叫做OneNote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可是OneNote后来就 就不去使用它了 那我们还有就是先来看一下PowerPoint 好 例如说我们现在打开PowerPoint 我们来谈一下影片剪辑 其实我还是觉得说 有可能你是透过这个Windows按钮来去找PowerPoint 所以P开头那你就要卷轴拉到P的位置 PowerPoint 2016 这样开启也是可以的 然后点选空白简报 好 那我接下来我就想要介绍影片的剪辑 所以在这边插入视讯 不是线上视讯 是我个人电脑中的视讯 因为我已经给你们一个视讯影片了嘛 所以放在第一次叠击的OBIS 2016整合 里面就只有一部影片 那这一部影片呢 这一部影片你可以直接播放 所以我要请问一下我之前做过 那我们的影片的格式 对 影片格式MP4啊 MP4可以直接进去 可以啊 我给你的就是MP4 那你们一定会说那微软 微软不是有什么WMV 应该知道吧 你不知道没关系 最好不要知道吧 因为微软的WMV这种格式呢 它不是主流的影片格式 你一定有听过MP3、MP4 你就是还有像什么 RealPlayer RAL 对不起 应该是RL 反正就是不会听过什么WMV 或者是WAB 不知道也无所谓啦 建议都是用MP4 然后接下来你看这边 这是影片哦 当播放 那插入影片 我觉得你摆就应该会 就是插入视讯 然后请选我个人电脑上的视讯 对吧 好 叫进来之后 这个影片它可以剪辑 现在总共是不是几分钟的影片 总共是9分50秒 9分50秒 点 这个点是从00到99 什么叫00到99 我们我们事实上是影格 影格来去产生出来的一个就是说影片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很多很多的影格 一格一格的影格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可以知道说我有9分多钟 将近10分钟的影片 假设我只要取前面的30秒 假设我现在只要取前面30秒 好 那怎么做这件事呢 那当然你就是快速点两下 影片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格式跟播放 好了 请问您一下 通常我们快速点两下 主要就是为了要进行这个影片的修改 好 那我想要剪影片 剪影片的话 我们是到格式里面找 还是到播放里面找 剪辑影片这个功能 我滑鼠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问你 问你 然后你还跟我讲格式 播放里面 那为什么是播放 因为它是影片嘛 影片就是跟播放有关 我现在要做剪辑影片 所以当时跟播放是有关系的 好 而不是格式 格式就是改它的 例如说颜色啊 大小啊 像以前我还会特别教 如何把这个影片改成星型播放 星型播放知道吗 例如说我现在改成这个星型 这个影片是不是就变成星型了 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是不是当别人结婚的时候 对不对 拍出来的影片 就把它做成星型 稍微再把这个结构稍微拉成一个标准的星型 然后呢 旁边就放很多玫瑰花 或者是很多漂亮的花 花草草 然后布满在这个旁边 会找那些图吗 然后你找出来图 然后会不会做趣费 会吧 可以想象一下吗 好 那我现在要教你的是 这个不太重要 现在比较重要 因为你不太可能放 换成一个星型 我们现在去观看 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我要去做剪辑 剪辑 我是不是要减到前30秒 就是00秒 0分0秒到0分 所以把这个9改成0 然后这个改成30.00 现在是不是绿色 绿色是不是在这边没动 红色是不是从最后面改到最前面 各位应该知道 红色跟绿色是代表什么意思 绿色就是开始播放 红色就是结束 那因为这个功能是剪辑 所以红色就是我的瓶子剪辑 就是之后的我就全部都删掉了 好 点选确定 所以你现在这个影片只剩下30秒 到30秒就结束了 仔细看 29 30 可以吗 到30秒就整个结束掉 这就是影片剪辑 可以 好 我知道你等一下可能会问我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先暂时做到这个地方 你要先学会什么叫影片剪辑 现在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 现在只剩30秒 这是事实嘛 对不对 好 那 至于说什么 这个原始的影片有没有被变更 没有 你现在插进来这个影片 做完剪辑 无关你原本的那个影片 好 好 所以各位会不会用插入视讯 然后把影片从本机端叫出来 叫出来之后呢 那就麻烦请点 视讯工具播放底下的剪辑视讯 然后请把它设定到0分0秒到0分30秒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就是影片的剪辑 请问一下 我现在这个影片档案 这个档案 这个简报 好 假设这是 好 那这一份简报呢 这一份简报 我现在我先去做存档 我现在去做存档 我先把它储存起来 例如说 我就放在低词叠基的这个位置 好 我就取名叫简报 好 那储存 请问一下 我这一份简报里面 我这一份简报里面 有没有包含一部完整的这一部影片 有 对不对 不然你看 为什么从46MB 现在变成47MB 可以吗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如针对这一部影片 我只要30秒就够了 我根本就不要 那后面的9分23秒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希望 就是说把那个没有不要使用到的影片 干脆就拿掉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意思 所以档案底下 这边有一个功能 就是资讯 资讯 他有一个功能就是媒体大小和效能 他就说 他说我可以把那个影片去做压缩 媒体就是影片 媒体当然包含图 包含声音 包含影片 那他可以把这个 因为你有9分多钟的影片 完全用不到 他只要用到前30秒的话 那其他多余的他把它剪掉 所以我现在要动手做这件事 所以点选压缩媒体 然后我们选择 这边不是有三个吗 简报品质 简报品质 网际网路品质 跟低品质 低品质 你们绝对不会选 一听这个名称 你就会觉得说 他就是那个很低的品质 各位听过 请问什么叫做影片的低品质 就是那个网格状 你是不是希望你在播影片的时候 用单枪投影出来给长官看那个 马赛克的影片 不希望吧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绝对不会选低品质 那请问你会选简报品质 还是网际网路品质 请问你 网际网路的品质是多少 有没有提过720BPI 对不对 其实它没有到720 它只有360 那这边呢 可保持整体的音讯及视讯品质 并能节省空间 它的意思就是说 保留原本影片 假如说是多少的品质 就是多少品质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选这个 简报品质 然后接下来它就开始处理 原本的档案45.8Mbps 现在呢 现在已经完成了 它说完成压缩 你节省了43.6Mbps 节省哦 不是剩下43.6Mbps 是 节省了43.6Mbps 不到2Mbps 不到2Mbps 可以吗 好 点选 关闭 然后接下来我去另存 好不好 我把现在这样子的情形 我去另存 纯程 纯程简报 这个叫做 对许 压缩媒体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档案 有没有看到差很多 可以吗 请你分别做出这两个档案 有没有问题 请你分别做出这两个档案 因为等一下我要讲这个影片的输出 你不是剪好了吗 你是不是只希望有这30秒的影片就好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希望拥有这30秒的影片 希望吧 有听懂我在说的意思吗 好 好 所以等一下我再教你如何把剪好的影片输出 所以这两个档案你会不会做 会 就是 这个很单纯就存的 这个档案是怎么做的 要先做一件事 档案 资讯 压缩媒体 现在你不用再压缩了 现在再压缩 它也不会变小了 因为本来是9分53秒 我要拿掉9分23秒的影片 我只留最前面30秒 现在就只有30秒 你看 现在 现在这个影片 反正 它只有30秒就对了 好 请你们在动场去做一下 因为从档案大小就可以知道它是有差别的 各位应该还记得 简报 简报这个档案 的这部影片 我是不是很单纯的做过了 剪辑 然后 请问 它的原始的影片 还是维持 还是维持9分53秒 对不对 所以 你现在输出这部影片 你现在输出这部影片 它还是9分53秒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吗 输出影片 无关剪辑 输出影片 是因为我们做了影片的压缩 那个时候才会有产生差别 好了 请问怎么输出影片 怎么把这个影片输出 滑鼠右键 可以吗 滑鼠右键 因为它真的不放在这里面 所以你是不是就可以点滑鼠右键 应该有印象就是另存成图片 早上不是叫另存成图片 去做图片的合并 那个人现在没有出现 他大概等一下就会出现 那你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另存媒体为 点它 然后 假设我现在我就取名 我就取名叫做 那个媒体 好我就叫媒体1好了 可以吗 然后 它的预设 因为本来我们就是MP4 所以它当然存成MP4 储存 好我关掉了 那这个档案应该有印象 是我就会压缩 你看 这个影片 就算我现在去看 它总共也就只有30秒了 对吧 所以 我如果真正要的影片应该是这一步 因为刚刚那一个 就算你去做所谓的剪辑 事实上还是给你9分53秒 那我现在把它另存媒体 我存成叫媒体2 这个是用什么方式做的 这个是用压缩 可以没有 这是压缩后的结果 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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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 bond 然后就可以关掉了 好现在我重点是要比较这个媒体一 媒体一 46890 跟这个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好,那我们去看内容 最原始的影片滑鼠右键内容详细资料 请问有没有看到9分53秒 解析度1280乘720 这都很重要 这是我们比较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们就说这部影片720P 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数字 就是最原始的影片 9分53秒,这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720P 解析度是720P 中文叫做高产 好,关掉 那刚刚是不是 这个只是我做过剪辑 对不对 从9分53秒的影片长度变成30秒 我只是完成了这个剪辑 好,我接下来我们来去看这个内容 它的详细资料 一样是9分53秒 解析度是多少 720P 可以吗 完全没做任何改变 那接下来这一个呢 你看大小也知道 对不对 滑鼠右键内容 详细资料 30秒 1280乘720 也就是720P 可以吗 这是新功能哦 如果你用2013版 它可以另存媒体 它可以把媒体输出 但是它的解析度很差 只有360P 那现在2016版 它改成 你本来是多少 它输出就给你多少 这样大概知道什么叫影片输出了吗 而且这部影片 现在就只剩下30秒了 到这边 你们看到总共30秒 换你们来动手做了 影片的输出 就这样子来去做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先去下载几张图片 也就是 先到Google 到了Google之后呢 麻烦请输入 例如说 大自然 然后请点图片 而且 而且 请问一下 Creative Commons 各位应该有点印象 对不对 我们要的是那种影片 所以请点工具 工具哦 使用权限 用这个好不好 标示为允许再利用 且可修改 这些就是允许我们再利用 或修改的图片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给你看 他的CC哦 例如这一张的CC CreativeCommons 我们简称叫CC 好 所以点他 然后我们 我们这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点选前往 好 好 你看一下 右上角这边 右上角这边 他说 这个人分享了225张照片 然后 然后 他的CC 他的CC 等一下 搜寻一下 这个画面的CC 他居然找不到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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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般图片他都必须要去设定 不晓得 这个是披萨贝 披萨贝 好吧 他没有设 我再换另外一个 换另外一个人 这都披萨 这个好了 这个是来自于 Fraker 好 前往 你看哦 这一张图片 这一张图片 然后 这个 这边就是他的CC 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有印象吗 如果一个人 就是代表说 你必须要注明这个 这个人 在这里 就是 这张图片是由谁去 造出来的 是这个人造的 再来 再来这是什么意思 它是 意思是说 来自于网络 那你也可以放在网络上 提供给别人 好 这就是所谓的CC 好了 不过重点 我是要跟各位介绍 就是 这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 滑鼠右键 另存 图档 好 我们就暂时放在下载里面 这是第一张图档 假设这是第二张 假设这是第二张 另存 图档 我们就挑个 五张好了 另存图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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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我再做一次给你们看哦 我的图片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你要看好 第一个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 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在讲那个Beam 对不对 Chrome也是这样子的概念 首先 我们就看你要找什么图片 例如说我找大自然的图片 或风景 你高兴就好 或者你是火车迷 你就找火车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图片 所以点选图片 可是我要的图片是我可以拿过来再使用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点工具 使用权限 标示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的图片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点选 例如说点下图片 这太小了 然后滑鼠右键 然后那个另存图档 另存图档 好 那就请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主题叫做相簿 因为当我今天我有很多张图片的时候呢 我希望把这些图片全部都一口气的把它抓进去解报 然后来去制作 这个概念就是相簿 所以首先打开任何一个PowerPoint的档案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点选插入 插入相簿 好 稍微注意一下 插入底下的相簿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选档案 这些档案都在哪里呢 我刚刚都是放在下载里面 选到下载之后 选到下载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在下载里面 好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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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全选我是这样选 或者是用快速键Ctrl加A 好 然后点选插入 这样就有所有相关的图片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不动图片的配置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一次放两张图片 或一次放四张图片 那还有一种调整至投影片大小 但是他调整的是有限的 例如说 假设这个图片 它本身就是属于水平的图片 就上下 他可能会有空白的地方 他就是以那个宽度为极限 那而不是以高度为极限 他会以某一边为一个最长的一个范围去调整 他的大小 好 所以直接点选建立 他开一个心得档案 开一个心得档案 然后接下来第一张是相簿 然后接下来像刚刚的这些图片 依序就填入第二张第三张投影片里面 依此类推 如果有七张图片 他就做成那个总共八张投影片 第一页到第八页 这样子的内容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插入 建立相簿这件事 建立相簿我想应该蛮简单 他主要就是把很多张图片 一口气把它放入进来 假设你现在你想要调整相簿 那怎么样去调整呢 刚刚在哪里做制造相簿 就在哪里做编辑相簿 所以插入相簿 这边有一个新增相簿跟编辑相簿 编辑相簿就是重新把这个打开来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像例如说这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 看你要不要设为是黑白 那假设我现在我把这张投影片 我把它去调 例如说旋转也可以 或者是往上调整明亮度 这是单一张图片的修改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将所有投影片改成黑白 你看 那除了这些 除了这些以外 他这边还有一个图片配置 例如说我改成两张投影片 两张投影片 然后每一张投影片的外观 都是用矩形 或者圆胶矩形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图片配置 它就会变成 这边有一张图片 这边有一张图片 好 然后重新整理 你就可以发现 本来有八张投影片 现在变成这两张放在一起 这两张放在一起 好 所以相簿底下 就是刚刚在哪里做相簿 就在那个位置附近去找编辑相簿 然后你再把它恢复成 例如说调整成投影片大小 重设 这样就恢复原状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 这就是相簿 把很多张图片 然后制作成相簿 我想这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假如说我今天这个范例 我就先暂时关掉了 这些都可以关掉 PowerPoint我先全部都关掉了 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想要把一个Excel的文件 资料表 然后放到PowerPoint去 那PowerPoint它本身就是一个 视觉化很棒的工具人体 所以怎么样去加强 资料表的视觉化 我现在就要教你这件事情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就是要打开Excel 所以一样打开我们的范例 Excel 好 然后打开这个订单 打开这个订单 各位应该你跟我的画面应该差不多 我们直接去做插入书纽分析表 确定 我们来去看一下各年销售 各年的销售情形 是不是点选订单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去看 各年的销售跟利润好了 所以这边是不是产生了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表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资料表 通常我们会希望怎么样呢 会希望多做一点视觉化 然后放在PowerPoint的里面 所以提供给你们这个功能 常用就是选到这个资料表 这些都是阿拉伯数字 对不对 这很难比较大小 而且有没有可能在三秒钟之内 就比完它的大小 我觉得可能有困难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功能 有一个功能 当我今天我要把这个资料表 放到所谓的PowerPoint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为资料增加视觉化特效 怎么做呢 常用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例如说资料横挑图 你看你要选哪一种 那建议各位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如果你是这样子选 他就会以最大值是200万来做 所以建议这边这边来去选 所以怎么做呢 常用底下的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好 例如说我选择蓝色 看得出来吗 这个意思是不是说 在这四个资料里面 这个2016年它的销售额是最高的 马上就看出来了 对不对 一秒就看出来 那利润也是 利润也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一样 透过这种方式 为资料增加所谓的可读性 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个内容 完整的这个内容 复制 复制 好 打开PowerPoint 打开PowerPoint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问 我要在这边贴上 还是外面这边贴上 因为这边贴上 是不是有选择性贴上 记得不要选到里面 那我们来尝试看看 贴上连结 只剩下这一个 贴成以上工作表物件 然后这个资料 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放大一点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播放一下 可以知道我现在所呈现的 本来我们的资料都是数字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这样子的呈现 是不是可以增加我们资料的可读性 可以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因为简报 简报 你在讲这个简报的时候 无非就是希望人家能够快速的懂 那你就可以多增加一点 自觉化的巧思 可以吗 我先 我先快速的做一遍 请问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Excel 插入数纽分析表 应该很熟悉了 我是不是想要去呈现 各年的销售额 跟各年的利润 所以在这边 我就可以用插入数纽分析表 然后确定 接下来各年 所以一定有订单日期 它的销售额 销售额打勾 利润打勾 然后接下来呢 针对这样子的资料内容 要分开来做 然后分析 用常用底下的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然后看你要选哪一种 然后接下来选到这个内容 然后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好 然后接下来选到这整个内容 再复制 贴到简报 新增一张头影片 记住哦 要用贴上底下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确定 然后这边是可以调整大小的 好 那我刚刚没有去做 没有去做这个 就是三位一撇 可是我现在我要请你们注意一件事情 你看哦 如果我的资料表 如果我的资料表这边 资料来源产生变动 然后记得哦 记得我那个简报 它就会跟着变动 对吧 好 所以我就不实际的动手做这件事给你们看 因为我们这边做不错 就是我要关掉档案再重开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 这个资料视觉化 简报的资料视觉化这件事 各位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office40招 这个档案 我已经设好了标题样式 我已经设定好了标题一长这样子 标题二长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面有好多个标题哦 有标题一就有一个两个 三四五六七 我有七个标题一 然后跟四十个标题二 可以吗 那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哦 你要去把这个word文件 你的主管跟你讲说 快快快 我现在有一份word文件 我等一下要去报告 可是报告你不能说 好 我印出来那个word文件给大家看 应该是要产生有一个简报的内容 然后来去说明 说给别人听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 你会做什么事 是不是就是 好 我既然要赶快产生简报的话 我就先去打开PowerPoint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然后复制 贴到哪里去 贴到 贴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如何快速 拟好简报架构 复制 然后贴过来 贴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 复制贴上 对吧 对吧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会想办法 至少要产生一份简报啊 那简报里面 是不是要有这些word的标题文字 为什么一定要有word标题文字 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 对不对 是 那 请问一下 你这样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你会不会觉得 有没有会不会希望知道说怎么样做会更快 现在我就要教你如何7秒就做完这件事 而且7秒那是因为它有很多个标题1跟标题2 我现在就要教你做这件事咯 怎么样快速去完成那个复制 光是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你要做47次的样子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一次都不用做 我只要爱你 好 我先把这个档案关掉咯 所以第一件事情 麻烦打开word的档案 这个OPIS40招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麻烦请选 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它已经变成隐藏版功能了 那既然隐藏版功能 你就要知道在哪里 我现在跟各位讲的范例在 我现在跟各位讲的范例 我记得我有写 我等一下我再找出来 告诉你们说在什么位置 好 57 对对对 57 好 所以你也不用抄了 你就看57 我都帮你写完了 你就点档案 选项 然后接下来去找 去找快速存取工具列好了 我等一下就把那个功能 加在这边 好 什么功能呢 在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或者是你找所有命令也可以找到 所有命令当然就包含那个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然后拉下来大概拉到这个位置 大概拉到这个位置 大概拉到这个位置 那你一定会说 是到什么位置呢 到这个位置 重点 重点我要找这个功能 传送到 Microsoft的PowerPoint 有看到吗 所以你大概把卷轴拉到 这个移除下面 再下来大概一公分处 我的意思是说 这里面实在太多了 那你没办法去进 你千万不要记 我遇到了四颗石头 右转 然后再遇到三颗松树 左转 如果说登山的时候 你是透过那个三颗大石头 不是四颗大石头 跟三颗松树 那我跟你讲 你可能会迷路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没办法 因为里面功能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只能告诉你 请移动到移除的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你 这边隐藏版功能实在太多了 多到我相信 你几乎有很多很多功能 都不会再用到 可是这个功能很棒 来请把它新增过来 等一下你在这边 就会多了一个 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确定 好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只要点一下它 然后等7秒钟就做完了 好 你看我现在点下去 1 2 3 4 5 6 7 这台电脑看案 不是 它连抛困的都开 都没有办法开好 真的辛苦你们了 真的连抛困的都要开那么久 你还要说什么 档案传说 对 真的PowerPoint的开太慢了 有时候人家说 太气太太慢了 我要报案 是吗 你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今天发生一个案件 然后打电话去报案 然后等太久没有人来接电话 要帮我说报案 是开机 开大机 好 我要去报案 结果那个远警在帮我录制 录制那个报案事件的时候 他说你等一下我先开机 开机 开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开好 真的假的 对 这样子不行 可是我甚至要告诉你 那个PowerPoint不应该是开那么慢 因为 你看做完了 可是你们可不可以理解我现在跟你们讲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 我会把那个影片 那个PowerPoint开很久的那个 那一长串时间 我会把它全部剪掉 听得懂吗 因为事实上那是不正常的情形 正常情形7秒内一定可以完成 7秒是我很夸张的数字 因为我觉得666是大陆人的讲法 所以即6秒好像不太适合 我只是告诉你们说 这个功能很棒 你要知道在哪里 你就在那个我的讲义的第57页 我这边我写了一排 写了一排 好 可以吗 就请你们动手 一定要去找到这个功能 然后把它传送过来 通常我们做这个简报 像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有它制式的一个样式党才对 那怎么样去完成这个样式党 首先 例如说 我现在先开一个新的 我先开一个新的简报档案 然后呢 这个简报档案的样式 啊 举例来说 我希望 我希望 这个字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或者是它是什么标题 我都可以设好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我希望它的底色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logo 所以我先去找 我先去透过检视 头影片母片 然后在这个最大的这一页 最大的这一页 我去插入 线上图片 我去找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然后各位应该知道 就是说可能要找的就是这一个图 所以点它插入 然后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因为我现在是希望它至终 你有没有发现我就左右平移 左右平移到 左边右边出现蓝色线 中间出现什么红色线 这就代表说 我一定是搬到那个正中央 最适合的那个位置 有看到吗 我可以刚在那边晃来晃去给你们看 好 这绝对不用再量测了 而且你现在目视 你会发现左边右边是差不多的 再来这张图片 因为应该知道什么叫浮水印 所以我们在图片效果 最最最简单做浮水印效果 就是预设格式 预设格式的这一个 预设格式8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一张图移到最下层 滑鼠右键移到最下层 移到最下层 移到最下层 好了 关掉 你看一下哦 假设当我今天新增一张投影片 它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浅浅的底色 或者是我希望说 我希望我再多加一点设定好了 例如说我希望我的字型 所以检视底下投影片 我希望我的字型也一致 所以把这个字 现在是星系名体 我不喜欢这种星系名体 所以我就去投影片母片 这里面是不是有字型 我把所有字型都换成什么 微软正黑体好了 全部我都换成微软正黑体 然后如果它是属于这个的部分 我把它换成深蓝色 深蓝色出体 深蓝色出体 所以常用深蓝色 换成这一种好了 出体 好 你有没有发现我改最下面这一个 就等于全部都改了 我只是为了方便让你们去看 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档案 我就把这个档案 我就存成那个样式档 这个档案是不是存成样式档 所以档案 这边有一个另存星档 另存星档 然后接下来 透过浏览的方式 它叫做POTX 这个POTX的半分档 那例如说 假设这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半分档 所以我就写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例如说今天日期0531 好 我就存成这个半分档 可以吗 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希望等一下我知道我把它存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就点低词叠基 我就点低词叠基 低词叠基 低词叠基里面 我这个OBIS 2016整合 好 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档案叫什么呢 这个档叫POTX 我现在就要把这个档案放到那个范例里面 让我们去做下载动作 因为你会不会希望就是说 这个档案也有刚刚一样的样式 应该会希望吧 对不对 或者是未来我们做出来的简报档案 不管每一个简报档案 我都希望底图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那个LOGO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首先你要先建立好这个样本档 样式档案 好 那我们接下来哦 刚刚是不是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是我从WORD那边快速产生出来的档案 我们能不能赶快的把它 例如说做成符合我们新北市统一这种样式 统一简报样式 当然可以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 请你先插入原本的 请你先插入原本的样式 就是常用新增投影片 重复使用投影片 重复使用投影片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透过浏览的方式 去浏览档案 浏览档案有没有问题 然后浏览档案之后呢 麻烦请选 我刚刚已经把它放在我的第一磁碟机底下了 第一磁的Office 2016整合 可是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0531.POTX 开启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档案 有两张投影片 记得这个一定要打勾 你要是不打勾 你复制进去 它等一下也不会 也不会出现它的母片 我现在就是要用它们的母片 所以游标放在这边点选 第一张第二张 记得一定要打勾 好 然后接下来请问 第一张到第七张 第一张到第七张 我们要滑鼠右键 修改我们的版面配置 我们的版面配置是哪一种呢 我们要选这一种 可以吗 选了这一种之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 你还记得吗 这边我是不是设成那个蓝色的字 而且是什么字型 微软正黑体 粗体 现在根本就都不是 对不对 星系明体 蓝色也不对 好 所以选到这七张投影片 滑鼠右键 重设投影片 全部都恢复了 重设投影片就是恢复成 那一个样式的内容 这件事一定要会做哦 这样才有可能 我们大家不管是什么分局 不管是什么大队 反正 都可以做出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统一样式 好 这部分可能会有点复杂 但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 保留来源格式 一定要打勾 再来就是 复制进来 就是点一下 你点一下 他就增加一张 点一下 就增加一张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七张投影片 滑鼠右键 版面配置 选到这一种 标题 及物件 然后接下来 还要做重设投影片 所以你的这些 这个字 就会恢复变成正常的 微软正黑体 下面也全部都是微软正黑体了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做看 这就是刚刚最后同学提问的一个问题 如何把这个样式设定好 我还是 我还是在提醒你们一件事情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个POTX这个档案了 对不对 它其实非常好用 你如果说日后档案新增 日后你假设你想要新增一个 就是那个 不管你怎么做 反正就是用那个样式的档案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新增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曾经有做过 就是说你可以去找范本 除了范本呢 我们可不可以 以某一种的 某一个的样本来做开启 我们应该点个人 就是新增个人 结果 因为那个范本档案必须要是我自己的 所以 所以 它没有放在template里面 但是 但是你可以这样做 就是 我给你的是一个POTX这个档案 你就快速点两下 然后用token打开 然后开始去作业 然后接下来档案在另存 你们可以理解我现在说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份文件 我要去做一份文件 然后 这一份powerpoint的文件呢 我希望就是用刚刚的这个样本 那个不管是背景也好 标题字 我全部都是要依照它 那干脆你就快速点两下 打开这个档案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今天我就这边输入 假设我要介绍 新北市 近年来犯罪律调查 或者近年来的交通事故 改变 好 然后 对不起 最好这个不要动 要动也应该是稍微把这个字改小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加标题字 然后这边加标题字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你接下来做好这件事 是不是档案令存新档 记得 令存 当然就是存成PPTX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这个意思吗 你是不是背景啊 字的颜色啊 全部都是一字的 好 所以这点不要忘记了 那 我们接下来 我想要先跟你们分享 比较文件这件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office40招 比较文件 它是Word里面的一个 office40招 打开这个文件 它是Word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不可以把 例如说小美 删掉 可以 然后接下来 拉到很下面 好 例如说 这个小美 我也把它给删掉 随便你去删掉哪一个小美 好 例如说 再拉到这个地方 小美 例如说 我们输入123 我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它能够快速的检查出来 这两份文件 哪里有做过修改 这就叫比较文件 所以呢 把这个档案另存 例如说 这个叫做 之二 可以吗 就是 我现在 我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什么 这一个版 另外一个是第二版 可以吗 然后它当有一些文件的差别 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呢 接下来在教育里面 有比较 好 这边叫比较 所以我们 来谈一谈 比较文件 首先 我们就用开启就档的方式 来去 来去开 例如说这个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会把 最近你曾经使用过的档案 放在这边 好 例如说我用开启就档 我打开 第一个文件 主要的文件 是这一个 开启 然后修订的文件 修订的文件 我是第二版 开启 有点像就是说 假设我做了一个文件 然后我这份文件 我给指导教授来去批阅 那指导教授上面 他可能会去改一些文字内容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把他的文件 他寄给我了 他应该有存档 才会寄给我 然后他存档 他又用我原本的档名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刻意把他给我的档案 后面加一个2 代表说是第二版 然后接下来我比较这两段文件 到底哪里有差别 好 接下来我就点去币 那你要给他时间比对 你看这边有43页 好 他说 他说这边有12笔 修币 第一笔在这边 点他 他说在成功简报关键篇的 这个第一个标题2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这边 这边就是修改后的结果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不是有小美两个字 这边没有小美 可以吗 再来这边 他说 他说这个位置 我还是去看一下 因为我没有改 我没有改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多出来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多出来 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重点是这个 都先跳过 然后你记不记得我刚刚有改了小美 这边有看到吗 小美 是不是第13个 一样 这个地方 除了 注意看 除了需要前面 你看 除了需要前面 小美 这是原始的文件 第二版的文件 那个小美是不是被我删掉了 所以大概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再来 我是不是有插入123 我在这个电子邮件管理的第31个标题2 这边 小美 123 每天怎么样呢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原始的文件没有123 可是修订的文件这边有123 可以吗 这就是他所谓的一个比较 比较 所以有比较文件的话 你只可以快速的去知道这两份文件的差别 好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比较文件 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我打开Word的文件 打开Word的文件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你透过档案新增 你透过档案新增 你会去找一下他的范本 我随便举例子来说好了 当我们今天我们要设计一份文件 让别人填写 你通常会把它先做成表格的方式 然后让某些的格子是别人可以填 某些格子别人是不能动 所以通常这样的文件我们叫表单文件 不过你去看一下 这边基本上人家在制作Word的文件 几乎都会用所谓的一个表单文件的方式来去制作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履历表 例如说当我现在我打开一个履历表 随便开 例如说开这个履历表好了 然后建立 你有没有发现 点它 它会出现一个灰色底色 然后点它 它可以让你就是去输入你的地址 点它可以输入电话 点它可以输入电子邮件 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会有一个 一个区块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然后接下来应征什么职务 还有下面这一堆它也会有一个区块 OK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通常当你今天你希望别人来去填写的时候 那基本上它只要把这个 把这个黑色黑色字啊 全部都换掉 换成它自己的资料 决定来说这边学位 好 例如说国小 然后随便80年1月 6月 6月30号 然后 那个 什么 四维 国小 好 类似这样子 可以吗 这些黑色字都是要填写的 然后 主修 普通科 然后 复修 五 然后相关的课程 就是一般 国小 课程 类似这样子来去输入资料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相对的 它都帮你已经设定好 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了 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表格的设定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等一下的范例 我们可能不是这样的去请做 我们可能就做成一个简单的表格 然后 请你 稍微区别一下 假如说 蓝色字 蓝色字 是 别人不希望 我不希望别人动到的 那个黑色字 黑色字的范围是希望别人填写资料进去的 可以吗 好 所以我现在我就先 开一个新的档案 我先开一个新的空白档案 好 例如说我现在 我假设要收集那个 那个 例如说了 新进 新进人员 资料 然后这个人员资料呢 你可能要收集 收集 好 假设这些资料好了 我就 只是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这边的内容全部都设为是蓝色字 蓝色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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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问一下哦 选项 选项 在功能区 功能区 功能区 请把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打勾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去设定开发人员里面的 例如说 看你是不是要设定那个文字区块 好 那这个文字区块其实可以去修改 去修改 去修改 就是 就是 呃 请 填寻 姓名 他到时候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填资料 那接下来这个是不是要去做 一样也是文字 那你会说这个文字跟这个文字有什么差别 基本上这是填纯文字 好 例如说 请填写 编号 选他 然后这边写请填写生日 好 这边我就直接写请填写就好了 好 请填写 那你应该会想说询问一下说 这个东西他是不能复制的 但是里面内容是可以复制的 复制贴上就好了 可以吗 因为他每一个都有相关的名称 这每一个都有他相关的名称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等一下呢 等一下他在这里面 他就可以只能在这边来去修改 他能不能修改这个表格的粗细 线条粗细不行 他能不能改字的颜色不行 他反正什么都不能改就对 他只能针对这里面来去做资料的输入 所以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你可能拿到的资料会比较正确 好 我现在请你要先完成一份简单的表格 然后表格里面 这些我全部都是统一用开发人员的这个叫做纯文字内容控制项 你还可以如果到时候他 你希望他填男生女生 你可以用勾选的方式 这都是OK的 可是重点是这边 假设我今天我只希望说他输入都是文字的话 你就用这个来去做选择就好了 而这个来去做 然后方便让他去做资料的输入 然后最后你一定要写 谢谢 你的配合 请将文件存档 然后回复 回复邮件 好 那就产生这样一份文件了 因为我觉得这不难 重点是这个表单文件 你一定要会做 所以我就先暂时把它另存 另存成那个新进人员资料 我就存放在我自己的低碟底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看你要收集什么资料 就自己编 好吧 我们接下来 有时间我们再去讲什么男生 女生 或者是多重选 这些都可以设 或者是你设一个清单 你设一个清单 人家很有可能就不选了 我真的要告诉你们 如果说假设会调皮导弹的 他就是会调皮导弹 你就让你贴向方设定 你就只能选这四个 他可能 你要加选 你要多做一件事 就是请选择放在第一项 那如果你看到他 若再请选择 就代表他能选 你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那个选项里面 就先设 例如说001区 002区 003区 不可以这样设定 你这样设定的话 很多人 连选都不想帮你选 他就永远都落在001区 所以第一项一定要变成请选择 可以听懂 这是我们 本来网页设计 很贴心的一个设计 后来变成好多人 我们收集过来的 都是错误的资料 为什么收错误资料 他根本就不想帮你填 那个项目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做这件事情 很像那个网页 网页工具 经常会需要做这件事 但是我们现在是拿word来去做 好 请问一下 我现在这份文件 我是不是要限制 某些栏位 某些栏位 某些内容 就是一般人是可以动 可以输入字 那某些栏位 或是某些内容 一般人是不可以输入字的 例如说 新进人员资料 或者是这个蓝色字 还有下面这些字 你能不能让对方 别人来去打 不行吗 对不对 可是像这些东西 是不是就要限制 它变成是可以输入的 而且一定要输入 那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首先 首先这个叫做限制编辑 对不对 所以在开发人员的最右边 是不是有看到限制编辑 好 开发人员限制编辑 然后接下来 请问一下 格式设定限制为选取的样式 就是 就是它不能动 但是反正它可以选 还有这边文件中 这一份文件中 仅允许此类型的编辑方式 这边要打勾 但是要把它改成填写表单 一定要把它勾成填写表单 填写表单 它这边这个 刚刚是不是做这些事情 就控制下 就会产生效果 所以一定要勾成什么 填写表单 是的 开始强制保护 密码 还记得密码吗 请你们先统一设1234 但是你高兴正规的正式的文件 正式的文件 你麻烦交接密码 也要交接出去 但是我怕到时候 你这个档案设一个密码 另外一个档案设另外一个密码 你自己都会乱掉 好 当然 我知道有人就把这个 新进人员资料 他就用前面两个字的注音码当作密码 可以吗 好 例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点它输入 应该知道我输入哪四个数字 然后密码确认 可以哦 确定 好了 现在我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了 现在我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关掉 有密码的那一个人才能够去修改 才能够去解掉 限制编辑 否则他就只能乖乖的打开这个档案填资料 好 你看我现在我把这个档案寄给别人 我 我假设现在哦 我是另外一个人 我收到这个文件 就是 我刚做的那个档案是什么 新进人员资料 我快速点一下打开 好 收到这样子一份文件 对不对 收到这样子一份文件 他先让我们大概看一下内容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事 点一下ESC件 然后呢 然后刚刚刚我没有勾那个选取 就是刚刚第一个选项没有勾选取 他连选都选不到这几个字 这些字他都选不到 可以吗 但是他可以到这里面 他可以到这里面 例如说请填写姓名资料 对不对 好 把他删掉 他叫做王小明 可以吗 他可以在这边改资料 然后呢 这个编号 假设是AB3196 可以吗 他可以输入资料 他现在只能做这几个资料的输入 其他他都不能做 连选都选不到 更不要说什么格式的修改了 所以你们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好不好 这早期我们都是在网页上使用 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人 应该都有这个需求才对 尤其是 例如说分局对派出所 或者是局对分局 你当拜托别人填相关资料的时候 你要搜集到正确的资料 所以就请你用这一招 好 记住哦 这个资料在哪里 预设是不是开发人员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所以假设我今天我是王小明 我根本就不知道有开发人员 请问 获得有开发人员 应该是你们今天才知道的吧 因为这是2016的新功能 可以了解吗 那个开发人员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你是不是可以去做限制编辑 对不对 你还要知道说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确实现在已经限制编辑了 所以你是不是点它 可不可以停止保护 可以啊 可是你前提要输入正确的密码 对不对 如果你出入不正确的密码 你还是在限制编辑的状态中 可以了解哦 好 所以我现在只是要请你们动手做一件事 等一下我先停止保护一下 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开发人员 限制编辑 看你要不要让别人连选都不能选 然后这个编辑限制请把它打勾 然后请选到填写表单 然后试着开始强制保护 然后就请你输入密码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你可以把这边关掉 就可以开始来去填资料了 这样可以了解哦 而且你去玩玩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都不能选 这边不能选 可是这里面是可以选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编辑文件 限制编辑文件 也就是以前我们称的表单文件 现在好像全部都觉得大案 觉得都不太重要 可是我觉得这个公家机关 应该在收集资料上面 还蛮重要的一件事 不过我相信你们可能都是拿Excel 就是如果你要收集这个资料 是不是就寄给它一个Excel的档案 对不对 Excel没有限制编辑的功能 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OBIS40招 这个OBIS40招呢 OBIS40招这边有没有看到 标题1它是什么颜色 它是蓝色 然后标题2它是橙色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标题1 标题1它的字形大小 星系明体12出体 标题2呢 也是星系明体12出体 只是颜色的差别 好 关掉 你大概只要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创造一份文件 假设我现在我创造一份Word文件 所以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搜寻 打开一份Word文件 开心档案 然后我希望这份Word文件 我也会有标题1 好 例如说 我是标题1 然后标题2 第1个标题2 第2个可以吗 那接下来会不会有 我是标题1 这是第1个 这是第2个 可以吗 看得懂 看得懂 我现在在写一种 好 我就直接把 这一个段落呢 设为标题1 然后这两个段落 设为标题2 然后这个段落 设为标题1 这两个段落 设为标题2 可是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希望 我的标题1的样式 标题2的样式 就沿用另外一份 我已经设计好的标题样式 当然希望 我不希望说 我们希望 我们创造出来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 那个样式档 是一致的 是统一的 你不要感觉 这是 这是什么 招工大队做的 然后那个是分局做的 这样就怪怪的 你知道吗 同样都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做的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些 不同的档案 可是 样式 统一 这就牵涉到 我们这个档案 是不是要用别人的 样式 好 那 其实我们先动手 做到这边 就是 我是标题1 底下设两个标题2 然后 我是标题1的第二个 设两个标题2 你看一下 我这样一份文件 我是标题1 那 我刚刚那一份文件呢 我打开来给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标题1的样式 标题1的样式 怎么样找出来 滑鼠右键 修改 在这里 全部 有看到吗 你有没有可能一个一个逐一来设定 不可能吧 决定来说 这边啊 这个字形 没问题啊 12大小 粗体 字形色彩 字形色彩是什么颜色 这个颜色 RGB里面 5495145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设这种颜色 应该可能会 但是我跟你讲 会的人也不多 我是说真的 我们通常就选蓝色 就蓝色嘛 对不对 它现在是输入 阿拉伯数字的方式 去设定颜色 但是非常精准的颜色 好了 问题是 你可能一个一个手动来去设定这些吗 好 例如说 我考考你们看你们的记忆力哦 请问一下 这是标题一对不对 标题一我是不是要去设定 那个样式 怎么设定 滑鼠右键 修改 请问字形是什么 第一个字形哦 第一个字形是什么 什么字形 出题啊 不是 字形耶 这叫字形耶 微软 不是吧 我们再偷看一下答案哦 姓名级答案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一个英文字 对 我们看一下 C开头那一个 对 C开头那一个 你看滑鼠右键修改 有没有看到 这八成是来自于那个英国的剑桥大学 好 那它是Cambridge开头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怎么设定 到这个档案 滑鼠 这边滑鼠右键 对着标题一点修改 然后 这个要选什么 C开头 C开头 C快到了 这个 对不对 多大 十二 出题 颜色 所以你是不是要到格式里面 自行 颜色是 颜色 不是自动 是其他色彩 制定 RGB的三个 颜色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设定 实在太麻烦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 不是这样设定的 我们是一口气 直接把那个样式档 所有的样式全部带进来 好 我们来去做一下 可是这个是涂法练钢的方式 你不能说不会哦 你绝对不能说不会 请问你自行大小 你会不会改 会啊 自行的设彩 你也会去设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把 刚刚这个范例 先关掉 我们现在这个档案 现在你要开始 记那个路径了 第一件事情 插入 因为我是要样式档案 所以不是在插入 我在常用底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样式 样式只有在这边出现 然后点选它 点选这个 更多 这叫更多 然后请选主管理样式 管理样式里面 这边有一个叫 会入 会出 很复杂 会入 会出 赶快抄 这叫管理样式 点了管理样式之后 再点 会入 会出 然后 现在这个文件一档案是在这边 所以呢 我们要那个 Word40招 要把那个档案放在这里 要把那个档案的样式放在这里 所以我要先点 关闭 关闭这个NOMO 共用范本 关闭 接下来呢 再点这个开启 你不要关错档案了 然后关是关右边 好 开启档案 开启那个低止跌机底下 2016整合 因为这边哦 这边你要切换 不是那个DOCX 而是什么呢 而是所有档案 你才能选到这个 office40招 开启 你看这边是不是 所有的那个 所有的样式都放在这边了 那有没有包含标题一 绝对有 所以把这些啊 把这些全选 怎么全选呢 选到第一个 然后拉到最下面 shift键按住 选到最后一个 就是选到全部的样式 选到office40招的全部样式 然后复制过去 全部揭示 关闭 做完了 应该各位有印象 就是说 这个我是标题一 是不是蓝色字 标题二是不是橙色字 而且标题二 前面是不是有 加那个编号 一压二三四 刚刚比较复杂的地方 只是那个 汇入汇出档案那个地方 然后你只是把那个 档案打开 所以记得在这个地方 管理样式 汇入汇出 然后请把这个档案 先关掉 他每次预设都是抓谁 都是去抓 共用版本 然后点选关闭 再开启 开启记得打开 第一直跌机 然后我们的2016 整合 所有档案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OB40招 开启记得 要全选 全选 选到第一个 拉到最下面 然后复制过去 可以吗 请我们先动手来去做一下 好 现在这是一个word的画面 对不对 这是一个word的画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打开PowerPoint 我想要去把word的那个视窗 去录制起来 所以接下来 我是不是打开这个PowerPoint 好 例如说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去做 荧幕录制 请问你乍看之下 荧幕录制 你觉得是录成图片 还是影片 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图片 但是你 你应该知道 那个影片录制 也是讲录制 它这边做的是影片 它已经不只是做图片了 图片它就直接抓图 print screen就好了 它现在做的是影片 好 怎么做 怎么做 如果萤幕录制呢 第一 插入 最后一个 多媒体的 萤幕录制 点一下 那它这个时候会跳开 PowerPoint 因为刚好你不是要录 刚刚那个萤幕录制 那一份简报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录 其他的简报 记得就把其他的简报 先打开来 好 我现在我要录 多大的范围 我先设定好 我要录从这个地方 放开 然后接下来点这个录制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握的样式也要统一 怎么做到样式统一呢 各位不能发现这个样式其实跟我们握的40招的样式是一样的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 是透过常用底下样式这边 这个更多按钮 然后管理样式里面的汇入汇出 来去完成的 以上就是我的那个 我的如果一致性样式设定的方法说明 我现在我是不是影片录制好了 对不对 录制好了以后我是不是要结束 请问我要点什么结束 ESC 对不对 我两公司它的结束就是ESC 那那个 如果说你有用过MAC 它是上面 它是上面 可以吗 因为刚刚我们录制影片 它就是放在那个位置 所以你要结束也是按上面 但是ESC也可以 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停止录制 然后刚刚那段影片就在这 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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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请教育有问题 如果开YouTube 嗯 就先开个这个网 然后YouTube再叫出来 再录制 那YouTube他要开直播 但是他不接受直播 这个地方没有设定到直播 YouTube那边看不到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录案 看不到 除非你先把它存成 你把这个档案 请问一下 Kafami 请问这个档案 如何把它储存 变成影片的 刚刚有交过哦 滑鼠右键 另存媒体为 可以吗 你不要交过的东西让突然忘记了 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 就是你可以 通常我们做这件事都是抓一点点的影片 我们当用PowerPoint的 可是像我的教学 我都是从早上 例如说早上9点我录到12点 然后回去我再剪剪剪 那你就必须要用直播 直播 可以了解吗 直播才可以 就是 不过我们这边不能做直播 因为它已经挡住了 它已经挡掉了 像那个 我连 我觉得那个 刚刚我觉得有一个叫做 线上展示都不能做 可是我觉得这可以玩一下 就是说插入底下 这个萤幕录制 去玩一下好不好 记住哦 你现在是不是打开Word 对不对 你要去抓的是Word的话 那OK 没有问题 就是说 你额外开一个新的PowerPoint 来去录制 然后录制完的结果就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把它另存媒体为 好 例如说我现在就把它存成 低时跌机 然后office 2016整合 这个应该是叫做 因为我在介绍就是说 Word 样式 一致性设定 然后 触穿 Word 样式一致性设定 然后我们去看哦 它的解析度 内容 在详细资料里面 它做成1360x726 它做成这样子的解析度 长度是 也就是差不多720p 就是 看你的解析度而定 好 那我想 就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Word 样式一致性设定 这一段影片的萤幕录制 你可以不讲话 但是你等一下都可以看到那个画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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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